Hello 大家好 我是OL公主 平時我很少會拍最愛的影片 我印象中對上一次拍都好像是很久以前只有一條 因為平時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歡看這些 我都不是經常拍的 今次有些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打算拍一條 首先想分享的是一個熱水壺 我經常都會拿著這個壺 這個壺是Sophina送給我的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藍色熱水壺 它小時候放在袋子也很方便 不會很重 這裡有一個扣開 然後開開就可以了 通常我帶出去的話 我會帶一大罐是熱水 然後是一些冷水 因為這個保暖壺是非常保暖的 如果我全部都入了熱水 我會熱到完全喝不到 我基本上冬天出家每天都會帶著它 我之前在Facebook和IG都有提過 我很喜歡的雙眼皮貼 就是12元店買的 就是這一隻 它一包有86片 即是43對 它是單面的貼紙狀 它面是亮的 不是啞色 不是網狀 不過它是一個肉色 所以根本上都對我們膚色的關係 我如果不化妝的日子貼它 是更加隱形的 化妝有眼影的話 可能會出一點點 但也不是很嚴重 我今天都用了 但也不會很明顯 或者是非常起眼 這個對於嚴重單眼皮的人是用不到 嚴重耐傷眼皮的人都用不到 因為它是一個很幼的雙眼皮貼 它不是很粗 所以不會浪得你的眼睛很大 適合什麼呢 適合我 有一點點內傷的人 如果我化妝用了眼影眼線 我的雙眼皮就會不見了 那我就會拿這些來浪高它 在什麼都未塗之前 先黏了它 就會黏得很穩陣 所以我也蠻喜歡這隻 技妻去便宜 再加上它也是Made in Japan 所以我覺得12元有這麼多一對 很划算 這個我是非常推薦 我每天都會用 我化妝不化妝都會用它 除非要化很濃的妝 眼睛很大 那時候我才會用雙眼皮的妝撞貼 所以這個我是超級推薦的 之前我推薦的時候 收到這盒Pantel的水彩毛筆 這盒是18色的 它的顏色全部都很漂亮 基本上有了它就已經很足夠了 我最喜歡這顏色肉色 之前我在Pantel活動 跟日本人氣漫畫家去學習 在畫漫畫時畫頭髮的光陰影 所以我會開始在家試用 我發現是非常方便 我便獻醜了 就像這些這樣 旁邊的面的陰影位 我就是靠這個肉色來畫的 非常方便 什麼都不用直接摺上就可以了 所以我都非常喜歡這盒顏色 因為它是水彩 所以它是有很多用途 包括兩種顏色 如果想要深色或偏紅 可以將兩個筆頭對摺 互相點 亦可以營造另一種顏色 亦可以用它之前點一點水 令它淺色一點 或者可以直接一點 用自來水筆在上面畫漆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盒筆超級方便 其實這裡的顏色已經很足夠了 所以我覺得這盒顏色是我近期超級喜歡用 我幾乎每一晚去練習畫這個刺眼筆的時候都會用到它 用得最多就是肉色 跟著想分享的就是之前在影片中也有介紹過的 就是NORWELL的產品 這支就是之前說過的芫荽味 其實芫荽味不是很濃 因為有些人留言都很擔心 它不是很濃的芫荽味 是一種清香 它的精華是在頭髮半濕或乾的時候都會用的 可以由髮筋一直塗下去 其實我基本上每天都會用的 我現在只剩下半支 因為我覺得它對於我受傷的頭髮非常有幫助 其次就是它這系列的髮膜 髮膜一般人的頭髮沒有我這麼差 可能都可以一個星期用一次 不過我幾乎洗頭都會用它 因為我的頭髮傷了 所以我已經用了大半瓣了 這兩個我一定會再回購 因為我暫時頭髮出去的時候比較伏 沒有那麼蓬鬆 見得人都是靠它們的 所以我一定會買這兩支的 然後就是要介紹唇膏 其實我很少介紹化妝品 不過因為這個化妝品也算是我近期很喜歡的 就是這個牌子 它的唇膏顏色選擇很多 不過我覺得重點不是在它的顏色上 不過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這個顏色就是LOVE 我為什麼會覺得這個牌子的唇膏這麼好呢 因為它是非常滋潤的 其實打開看到你已經覺得它很滋潤很亮 因為我的唇膏很乾 我是一個一年四季都要用很多潤唇膏的人 但這支唇膏塗了之後 就不是很容易會乾 不會起乾紋 甚至乎沒有用完唇膏 基本上塗它都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牌子的唇膏非常好用 顏色呢 我覺得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顏色 我都沒有特別偏好哪一個顏色 不過我買了的就是LOVE這個顏色 還有我今天用的都是這支 我對於唇唇比較容易乾的人都可以考慮一下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很容易脫掉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保持著唇膏 但容易脫掉的唇膏也沒有那麼容易吃到唇膏 其實我覺得都比較好一點 如果不怕煩可以經常補唇膏的話 我覺得這支也是不錯的 最後一個私心推介就是我自己喜歡的 在香港沒得買的就要在外國的網站訂回來 就是一本韓國的書 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它是非常浪漫的裡面的插畫 作者的畫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它幾乎每一頁都會打動我 任何一頁都會打動我 任何一頁都很漂亮的 它每一篇畫下面都有文字去表達感受的 所以我都很喜歡這本書 它除了韓文之外下面也會有英文的 不過我主力看韓文 因為我在學韓文的 我慢慢看都不急 而且我很欣賞它每一張畫 所以這本書我很喜歡 就算不懂看韓文 我覺得看它的畫作都已經很足夠了 當然我會看一些文字 可以看看它想說什麼 所以這本也是我的私心推介 這次分享就這樣了 不知道大家會喜歡看這種最愛的分享 所以我都不是經常拍的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和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的話 將來都可以留意一季 甚至一個月拍一次 和大家分享喜歡的東西 希望大家也會留言給我 這次分享就這樣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